23条立法咨询文件上星期公布了 23条刑事最后 最后包含范围和意图两种元素 在法庭上 控方即是律政事一方需要论证 没有任何合理疑点 法庭才可以议定被估的罪 那怎样证明有意图呢 法庭过往 怎样判断有人有没有意图 只是跟外观行为推论 这个举证标准是高的 因为都要毫无合理的疑点 那你一定是 看回客军环境 可以从他的言行举止 比如说一句话 不会无头无尾 你当然是整篇文章来看 他先前做了些什么呢 他之后又怎样做呢 你一定是看回个别案件整体的环境 但我们也不会 随随便将人带上法庭 一定是有充分的证据 去支持到 在咨询文件里面 提到保护国家秘密 整合和完善罪虑 分了非法博取 非法管有 和非法披露 犯罪要符合几个条件 第1 亦都是大前提 资料属于国家秘密 第2 明知或者有合理理由相信 资料是国家秘密 第3 没有合法权限 第4 意图迷害国家安全 而这些资料有7类 例如国防 经济发展 国家外交 或者外事活动的秘密等 有没有什么可以作为有关罪行的败免理由呢 这一个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的考虑因素 我们在研究 你也要考虑很多方向 第一就是 是不是很重要的东西 是不是人命的安全 第二是不是很紧急 第三是不是 没有其他方法 可以令到大家知道这件事 现在很多时候 政府都会透过警察媒发放资讯 渐中大家在新闻看到 消息指 据了解 都是有些内部中日暴风 日后 警察媒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权去发放这些资讯 当你收到消息的时间 当然有消息来源 对吗 你的消息来源 是容不容许你 是将它发布 这个就是你有没有权限 但他提醒传媒要再三思 或放风者本身说的 可以透露 是不是真的值得相信呢 事务国家机密罪 一定是需要 由恐慌 由我们去证明 其实你明知道这件事是秘密 明知道这件事 也可能有一个 机会 是危害的安全 又明知道 这件事是没有合体的决限 不应该披露 你才会有一个 有机会去触犯法律 地府强调宣传工作 不会停止 23条立法之后 还会继续教育工作